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以及市消防局官员今天宣布 本周在消防训练事故中受重伤的消防员穆恩 因抢救无效 其家人决定捐赠穆恩的器官以挽救更多生命 47岁的消防员穆恩 周一中午在布鲁伦的 Sterling Place消防局进行演习时 从大约20英尺的高处坠下 头部严重受伤 被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急 最终于今天宣布不治 穆恩的家人决定捐献其器官以拯救其他人的生命 市长亚当斯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 穆恩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消防员 在20年的消防生涯中拯救纽约人的生命 在逝世后将继续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 穆恩的家人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当局与整个消防部门和每个纽约人一起哀悼 并为穆恩及其家人朋友祈祷 尤其是在这个团聚的季节里 穆恩于2002年5月加入市消防局 在皇后区133分局工作了20年 有一妻两儿生活在长岛 市消防局专员卡瓦诺表示 对穆恩的离世感到心碎 他舍己为人的精神与工作热情将永远长存 激励着消防部门每一个人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 周四联合市警局 周大麻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公布打击非法大麻行动成果 过去两周 共发出约566张船票 没收超过价值400万元的非法大麻 市府联合多个部门在11月两周内 展开打击非法大麻销售行动 突击检查针对无证大麻零售商出售的大麻 还有大麻食品 非法电子烟产品 非法香烟和其他非法烟草产品进行执法 结果在全市53个贩售点 查获了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非法销售产品 并对责任人发出约566份民事和刑事传票 并进行了两次重罪逮捕 市长亚当斯表示 自去年娱乐性消费大麻合法化以来 全市出现大量黑市 对合法大麻所提供的经济机会造成冲击 不能让非法商家钻漏洞 导致民众使用来路不明的非法产品 尤其是年轻人的健康和安全带来威胁 州府同日公布合法大麻零售商辨识方式 消费者可以扫描张贴在店外的二维码 查阅该店销售大麻的合法性 此外 所有大麻商品上有一个通用标识 说明产品是经过测试的受管制商品 纽约州州长霍储周四表示 目前纽约州仍处于减税阶段中 虽然预计明年经济形势欠加 但不会在下财年的预算中加税 州长霍储和即将离任的 州府预算主任米西卡承认 由于宏观经济前景不确定 州府下财年预算可能遭遇挑战 即使加大财政税收 但仍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霍储强调不会考虑加税 并指出今年初已降低房产税 也加速对中产阶级的减税进程 现在加税并非合理之举 与此同时 州府还提供了历史性的退税款 纽约人将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援 霍储预计全国经济在未来将出现下滑或放缓 还警告说明年将不会再有联邦资金援助 但州府已准备了数十亿元的储备金 以应对预期税收收入的任何损失 数据显示虽然经济形势不确定 加上通胀严重 但州府的财政收入依然强劲 米西卡表示 经济前景急剧挑战 目前很多经济数据都符合预期 联储局加息将会导致经济下行 州府下财年的预算将会把这些风险考虑在内 三重呼吸道病毒在纽约市进入传播高峰 导致全市公校出勤率跌落至本学期新低 纽约州教育局日前致信各大公校 建议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学校室内佩戴口罩 根据市教育局数据 全市公校出勤率最近几周持续下降 在5日和12日的出勤率只有约85% 而在12日全市共计有1858名学生 和教职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本学年的新冠病例总数达到4.9万人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纽约州的流感情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州府近日统计 全州已有超过4.4万名流感患者 大部分在纽约市 州教育局因此致信全州学区 强烈建议学生和教职工在室内佩戴口罩 市卫生局也建议民众在室内 和拥挤的室外环境佩戴口罩 并以高质量的KN94、KN95为首选 部分家长和教师认为 许多学生在疫情三年后 已经不愿意继续戴口罩 尤其是在情绪表达方面 在佩戴口罩时 学生们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来辨别和理解相关的情绪 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 佩戴口罩的学区 其新冠发病率远低于 不戴口罩的学区 学生